雪州沙亚男医院一名工作人员 不小心将孩子留在车内四个小时 导致五岁的女儿不幸丧命 向学生收取上百令吉 在星级酒店办毕业典礼引发争议 教育部副部长黄佳和表明 校方不能强征备用 美国一名男子残忍杀害公务员父亲之后 在斩首随后还上网鼓吹民众攻击政府 本地马来女演员艾德拉在短视频串流平台 TikTok痛批 有学校为了在四五星级酒店举办毕业典礼 而向学生收取费用 视频一出引发哗然 教育部副部长黄佳和透露 教育部长法利纳昨天会见雪兰的州教育局 就有谈到这项议题 教育部的立场是 校方不能够强迫家长缴付费用 所有决策都要以学生的利益为依归 第一必须要以学生的利益为最主要的那个考量 第二任何涉及要跟家长收钱的话 必须要拿到家长的那一个同意 如果家长不同意的话 这一些动作就千千万万就不应该去进行 这个应该很老实讲 黄佳和昨天召开上任后第一场中文媒体联访 他在受训时建议 校方可以在校园内举行毕业典礼 或者是在得到家教协会的同意下 到校外租借礼堂 如果像早前传出的那样 向家长征收150到200令吉不等的费用 只为了到高档酒店办毕业典礼 恐怕大部分家长都不会点头 黄佳和表示 教育部也不希望家长因为疼惜儿子 而被迫缴纳费用 因此他也促行加协 谨慎处理有关事宜 似乎大意把孩子遗忘在车里 导致孩童死亡的悲剧再添一桩 一名在沙亚南医院工作的母亲 在停车场下车的时候 竟然忘了五岁女儿还在后座熟睡 直到四个小时之后才警觉 马上把孩子送到急诊室就医 却为时已晚 沙亚南警区主任伊克巴尔今天发文告指出 当局前天晚上接货投报之后 调查发现 32岁的母亲从托儿所接走孩子之后 到医院上班 没留意孩子还在后座 就吸掉眼睛下车 直到下午六点 丈夫问起才想起孩子 但当时女儿已经不省人事 经过一番抢救之后 终究回天法术 尸检结果证实 小死者的身体没有受到内外损伤 当局将援引2001年 儿童法令第31-1-A 疏忽照顾孩童条文立案调查 截然单警方雷厉扫毒 一名案底雷雷的男子 为了逃过法网 竟然跳河自保 却因此丢命 逆死在河里 当局从猝死角度调查这起命案 并且在男子身上搜出毒品 万劫警区主任伊斯迈今天发文告指出 昨天下午4点半左右 毒品罪案调查局 启动特别过滤行动 突击大本营 追捕毒贩 在达望码头附近 其中一名嫌犯跳船 试图游到对岸 不料却溺水下沉 搜救人员赶到现场搜寻 直到晚上7点 在事发地点附近 找到一具冰冷的遗体 39岁的死者有6宗刑事案底 警方也在这起行动中 逮捕了另外4名嫌犯 带往万劫警察总部听后发露 冰城去年初爆发一波非洲猪瘟 迫使滨州受益局 销毁了20家养殖场 将近2万2千头猪 猪農蒙受的亏损 将近3千万令吉 有了前车之间 滨州受益局在今年的农历新年 到来之前就加强监管 以免因为运输和屠宰的珠子数量增加 做盘州受益局 从长度到长度到长度 他也提醒任何处犯2020年 滨州养猪执照条例的猪农将被罚款 充公猪肢 甚至遭到逮捕 受益局支持 滨州目前99%的养猪厂 都已经升级为封闭式养殖系统 把焦点转向国际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一名男子 在杀害了亲生父亲之后 还在视频分享平台 优管展示父亲被砍下的头颅 同时大谈又易阴谋论 涉案男子在案发之后已经落网 嫌犯莫恩今年32岁 他在所上载的视频当中 戴着手套用透明塑料袋 装着父亲的头颅侃侃而谈 莫恩说 他的父亲是联邦政府 在联邦政府工作了20年 形同叛徒 他还呼吁民众 攻击拜登政府 性少数群体等等 并宣布自己是戒严令下的 新代理美国总统 这段视频之后被优管删除 点击量刚过5000次 根据警方的调查 嫌犯的母亲在星期二晚上 回返住家的时候 发现丈夫被斩首之后 马上报警 警方随后在距离案发地点 160公里左右的地方 逮捕嫌犯 警方目前以谋杀 虐待遗体等等罪名扣押她 财经消息 一如市场所料 美国联邦储备局 连续四次维持利率 也缓解了对通膨和其他 经济风险的忧虑 淡化可能升加息的 鹰派措辞 缺业松口暗示 三月降息的可能性不大 因为美联储还需要 更多时间观察数据 激转激战 降息的信心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星期三 结束一连两天的会议之后 证实按兵不动 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区间 维持在5.25%到5.5%之间 并且强调 意志通膨的斗争还没结束 或许会在今年的某个时候降息 但还得密切观察 再决定是否要放宽政策 美联储这一泼冷水浇息了 市场对三月降息的预期 美股主要股指都狂泄收黑 美国参议院强烈检查社交媒体 导致网络信剥削的信剥夺 泛滥危害小孩 脸书创办人扎克伯格 当众向受害者家属道歉 美国参议院星期三传照 包括脸书在内的 五家社交媒体公司高层出席 儿童网络安全听证会 质问这些公司 究竟对遭到网络性剥削的孩童 采取什么保护措施 火力全开的多名参议员 谴责社媒公司双手染血 没有拿出实际行动解决问题 逼得脸书创办人扎克伯格 当众对受害者家属道歉 承诺会改善问题 根据美国儿童失踪和剥削中心的统计 去年在社交媒体上 遭到性勒索的孩童人数大幅飙升 有鉴于情况严重 美国参议院星期三在国会 召开儿童网络安全听证会 传照五家社交媒体平台 包括脸书X、Snap、TikTok和Discord的 首席执行员 接受质询 不少受害者家长也聚集在听证会上 高举他们孩子的照片 向这些社媒公司高层控诉 会上也播放部分受害者的自白 坦诚他们在使用社媒时 遭罪犯以裸照勒索 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杜斌 更好不客气地点名脸书母公司 META的创办人扎克伯格 炮轰社媒公司 手上都染满受害者的鲜血 更糟的是目前没有任何法令 可以制裁这些间接加害者 尽管扎克伯格频频辩解 强调脸书竭尽所能 透过开发各种工具 来防范网络犯罪 不过共和党参议员获利 却不买账 连珠炮追问对方 是否开除代乎职守的公司负责人 让扎克伯格招架不住 我认为 这是为什么我们 建立了 我认为你拖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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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拖着 你拖着 你拖着 获利接着对脸书是否赔偿受害者的问题 紧咬不放 显得词穷又惭愧的扎克伯格 不堪问责压力 站起身当众向受害者家属道歉 承诺不会再让任何人 经历他们所承受的痛苦 有家团的受害者来了 你拒罪了对被冠军 你会这样做吗 他们在这里 你会这种电视线 现在对你们给我拒罪了对被冴露上了 显得表现了照片 你会这样做的过程的事吗 你会这样做给这些人了 我谢那แ despite 不认为 touches 都害怕 不把这些人都得过 这些资防经过的事情 你的家图划属了 根据报导 参计院委员会虽然在去年通过法案 撤销科技公司对未成年人遭性剥削的刑事免责 但始终没有成为白纸黑字的条文 除了脸书创办人扎克伯格被逼的道歉 同场出席美国参议院网安听证会的TikTok首席执行员周寿兹 也受到一众参议员的逼问 包括TikTok是否暗度陈仓将用户资料传给中国政府 其中共和党参议员科顿更是反复盘问周寿兹的国籍 甚至怀疑来自新加坡的他是共产党员 让周寿兹体效皆非 尽管听证会原本聚焦TikTok保护儿童用户的措施 但来到科顿质询的时候却变成像是移民局官员审查入境者那样 调查周寿兹的国籍背景 连他的妻儿也不放过 周寿兹只能够一年无奈地如实回答 周寿兹除了强调自己有史之中是新加坡人之外 也试图将问题拉回正轨 表明TikTok在开发产品上优先考量应用程式 对未成年者的防护功能 三线多宗行事控罪的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不断宣称自己是政治受害者 虽然成功借此赢得不少支持 但是最新的民调显示 如果特朗普被定罪或是坐牢的话 有超过一半的摇摆州选民不会投选他担任总统 彭博社和美国市场研究公司 在1月16号到22号的线上民调显示 来自亚利桑那州 乔治亚州 尼歇根州等七个摇摆州的选民 有53%不愿意在特朗普被定罪之后投票给他 如果他锒铛入狱 就有55%的选民不会支持他 而在2020年支持特朗普的选民 每10人当中就有两人撤回支持 2016年的支持者更有四分之一的 不愿意再投票给特朗普 这对于想要重返白宫的特朗普而言 无疑是一大警钟 巴基斯坦大选将在2月8号登场 在竞选期分相对活跃的最大城市卡拉奇 各政党都积极投入选举 只不过商家表示 这一届的大选竞选商品的买气和2018年大选相比 下跌了大约五成 这一届的大选竞选竞选竞选章 这一届巴基斯坦大选其实已经推迟过一次 巴基斯坦议会去年8月已经解散 大选的原定在11月敲响战股 由于全新人口普查进度迟缓 所以一度斩延到今年2月 政治融合是平原分析 尽管巴基斯坦政党的金主大多是地主 资本家是业家 不过出于对当地军阀的忌惮 所以本届大选的竞选氛围就变得相对低调了 为了迎接贾城龙年 首要媒体的好运来靠拢 Happy Long Long Time欢乐活动已经启动 秉持过去几年的传统 首要媒体委任了25位艺人主播还有电台主持人 担任新出活动的宣传大使 一同推介全新的贺岁歌曲和龙年吉祥物 Happy Long的周边商品 与此同时巴都空间也出动流动卡车 到全国各地拍摄节目新春饭起来 配合农历新年 本台还会有一系列的强荡贺岁节目 陪伴观众共度欢乐时光 您也可以追踪和关注巴都空间的社交平台 以获取好运来靠拢 Happy Long Long Time的最新消息 超过两个星期的威尼斯狂欢节已经拉开帷幕 这项历史最悠久的狂欢节 去年就吸引了200万人次的过夜游客 也为意大利的这座旅游古城 创造超过30亿欧元或153亿令吉的营收 不过这应该是游客最后一次享受免费狂欢节 因为4月开始当局将在特定日子 向没有过夜的游客征收5欧元 或大约是25令吉的入城费来控制人流 对于这个做法呢 游客是有赞有谈 我认为那是正确的 因为它们越来越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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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第一次我来到这里在 January 我未经许的客户是昨天 所以如果他们开始购买 我认为那是正确的 对于是正确的 因为你跟游客赚赚了钱 所以你不能够赚钱 所以你不能够赚钱 之前他们够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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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够赚钱 或者你不能够赚钱 这不是正确的 威尼斯当局今年已经率先展开29个实验日 负责旅游事务的市议员西蒙表明 一日游旅客如果没有按规矩 缴纳5欧元的入城费 将面临50到500欧元 也就是大约255到2555令吉的罚款 西蒙说当局不会设置路障 但是会部署人员 在城市交界处检查到访的外地人 至于威尼斯当地的居民 虽然豁免付费 但他们还是为外地来的家人感到不值 纪费 所以我希望大家有免费 别ывelect 这种新活力免费 未经许的患者 在这里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